昨天25号是KPL秋季赛最后一场的总决赛 一斯大追赠广州TDG 结果一斯大以4比1的长戒差点零逢了TDG 这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毕竟TDG一拳四击败了狼队 实力毋庸置疑 可昨天一战他们的表现和状态就很离谱 反过一斯大整体的操作水平都超出了平时的表现 尤其是编路新人坦然 除了赢下的第四局没有结算一面外 前三局的MVP坦然拿到两次 打得非常不错值得称赞 而最后最高兴的还是一斯大的老板何有军 作为澳门独王何鸿森四泰的三日子 想必大多数KPL的观众们 都是去年试怪认识他的 因试冠总决赛一斯大追赠狼队时 何有军竟然与狼队的公众人员现场发生冲突 唱起了一斯大诺言的成名曲 之后事情飞快发酵起来 导致全网都认识了他 会议压力不管谁的错 他还是向观众们道歉了 可当时在比赛现场时 本来一斯大状态不错 经他这么一道 狼队心态没膨 一斯大自己的队员们就被恶心到了 随即输到了试冠的比赛 而这次秋冠何有军就没有来到现场 在身后却激动的发文表示 2019年在观众期看着你多试冠 2020年我们结员成为合伙人兄弟 期间经过了调整和嘲讽 如今还是笑到了最后 只要你弄电竞 你就是世界最强 爱你兄弟孙立伟 最后何有军附达了与T将军的照片 能看得出何有军非常欣赏T将军的实力 并且两人已经成为可以表白开玩笑的朋友 交情颇深了 也确实回头看看一斯大这两个赛季的调整 不得不说何有军是个好老板 是真的想把战队搞得越来越好 不管是买选手还是教练 都是K票顶级的 非常相信T将军的眼光 从不干涉赛讯和队内的事情 搞笑的是 网友们纷纷调感到 不去现场就是好老板 对此小伙伴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